很多時大家都會問 在日常生活中 有沒有一些特別的例子 與STEM息息相關 當然很多 本人是讀數學的 所以特別想在一個數學議題跟大家分享 現在很多同學都習慣用手機溝通 去WhatsApp 亦都很多時會用手機拍照 在手機拍照裏面 其實會有一些特別的效果 其實原來是一個數學的原理 這就是與Matrix的舉陣有很大關係 原來每一個舉陣的輸入 與Pixel的像素有關 因為同學在學校 都已經會有一些特別的程式的編寫課程 在STEM課程裏面都會學過 所以以後 如果大家在拍照上用手機 可以想想 加入Matrix 即舉陣的數學原理 可以令到相片的色彩和效果有所不同 在2021年9月 深港兩地已經簽署了互相一個科創合作協議 年輕人有志於這個行業 可以在創科、任才交流、培訓中 有一個很大的機會發展 如果有志於這個行業 創意的元素是要很足夠的 另外第二件事就是語文的發展 為甚麼呢 因為很多時 科創的同學們 可能是局限於一個科學和數理上的表達 但很多時在語文 包括英語和普通話 這方面可能沒有放很多時間發展 但正正我們都需要向人去所謂Present 去說回我們懂得科創的不同的技術和要點 那時候語文是很幫到大家的 所以都真的特別去提醒同學生 如果在科創行業裡面想發展得好的話 你們的語文、溝通能力、表達能力 其實都是很重要的 在STEM的讀文裡面其實有很多的 我自己覺得這本都挺適合同學生看的 就是叫做《十萬個為什麼》 為甚麼呢 創科的書籍其實真是臨臨腫腫腫 但源於所有東西都是不外乎的好奇心和法文 很多創新或科創的誕生 一些發明的誕生 其實都是你敢想、敢問 有好奇心你會懂得去法文 其實這也是一個知識的源頭 《十萬個為什麼》裡面 正好就是滿足到同學生 對於知識的追尋 以及一個好奇心驅使的需要 所以我特別是覺得 如果是有志於科創發展的同學生 是可以去看看這兩本書 希望大家喜歡 是的 對於知識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